六天講迴燈現在正在展覽 書印末程 理空醫療俗話店 裡面是展出書印末程回完的俗話 總共大佑有40件的作品 內容是非常豐富 歡迎鄉親全都觀賞 書印末程會主要是由一座六天好評 以及一些俗話的愛好者所做一理性的 這次是一座作品拿到講迴燈 提供給鄉親做回來欣賞 這一次的展覽有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要求展出的學員 能夠除了臨摩的作品之外 更要表現出創作的作品 我們知道書法的學習 從臨摩到創作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 一般的學習者大概只停留在臨摩的階段 而不敢誇到創作這個階段 我們這一次就是要求大家做出創作的作品 老師說這作品的屬性方向是非常多 主要就是因材施教 會每一個人的構成下去適合他的立體 適合很多什麼人就一定要有什麼樣的立體 我們在書法的這個教學的過程中 基本上強調的是是才是性 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寫一樣的東西 而是說這位同學的個性 他也許比較適合寫奔放的東西 這位同學也許他適合寫比較內斂的東西 都會試著他的個性走 那有的人當然內斂的人他希望寫一點比較奔放的東西 就看每個人的發展而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最後寫出來的風格 是要跟自己的個性相契合或者是相互補 所以大家的面貌都不盡相同 我想寫書法最大的樂趣也在這裡就認識自己 在這幾個作品裡面是看有100個很特別的書法 100年裡面都寫了40年的愛字 每一年都展現出不同的感覺 讓人想要一看再看 這件作品 叫做愛的練習 那這個愛的造型是以大家相對陌生的一個 草書的愛來書寫 而且就只一種草書的愛來書寫 那是透過筆觸墨色的變化 表現出這個愛的草書的種種的寫法跟風格 那也就是說大家都在談所謂的愛 那這個愛其實 隨著時空環境跟人之間的互動的模式 都會產生出不同的愛 只是說每個人都期待的是某一種愛 那事實上愛的是很多樣性的 我們要學會感受各種不同的愛 這次的定期是由8月13日到8月22日 有新出的鄉親可以整容6天公會等 分享這裡很有特色的作品 新中華新聞削中籤6天蔡博度